活在當下 我是覺得應該是活在當下 珍惜好像每一天 因為真的是疫情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忽然間回來 所以我現在變得更加的正面 這次是太突然了 然後我們就整個自己說是傻掉 所以那個晚上我們就四個 我們也有四個合夥人 我們就坐下來 在我們家裡就在談到底要怎麼樣 當時大家都覺得 就又激動又 哪兒怎麼會這樣 那我們的工人怎麼辦 那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那個租金怎麼辦 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問題 就這樣為什麼頭這麼痛 然後大家都覺得頭很痛 然後拿那個量血壓的來量 哇血壓不要升到150多 160多 然後真的是吃那個降血壓的藥 然後再慢慢的大家帶一看 後來又說喔疫情又在 哇回彈 這一點是真的我是受不了 我就有點崩潰 就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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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不能夠回歇了 然後我們姐姐患上了那個恐慌 恐慌更多一針 嗯 就倒下 我就去看那個新衣服 然後還是用推車 把我給推上去 那時候真的是 就好像在大海裡面 就一直在找一個一個 可以佛洞的東西可以抓住鬼 是木頭也好還是怎麼樣 就不能夠呼吸啊 就好像要死掉了 然後醫生一來就馬上打一針 然後叫我親一下親一下 媽媽媽親一下 然後就會還好一點 然後我哥哥跟我們合夥人啊 我們家都非常關心 就馬上到現場 然後哥哥給我很大很大的一個 定性碼 就說有什麼事情啊 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 不是你一個人的卡 電話是想到你喔 哇不敢進啊 不是不敢聽啊 是沒有機會聽啊 是算簽的 嗯 連續不斷 然後 呼客還很可愛 呼客還在那個 ID那邊 他講我打了184通電話 他真的在那個ID那邊拍了照 184通 我終於碰到了 因為你要從 從非常非常低谷 然後忽然間就 哇 突然間就曙光一來 忽然間 你好像到達了那個 山峰這樣子 那個感覺實在是很棒 活在當下 我是覺得應該是活在當下 我珍惜好每一天 因為真的是疫情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忽然間回來的 所以我現在變得更加的真面 我就是每一天 今天一起來我就很感恩 今天 今天沒事 今天大家都好 然後 今天 要做的東西都是去做好的 然後 每天都要活得很開心 很有價值 但是 就算是 忽然間明天 不再了 誒 無言無悔 因為每一天我都過得很充實 每一天我都過得很真面 我每一天都是正能量滿滿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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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